未來生活平安的蔡哥大賽 1 2 3 貼著手 4 5 6 抬起頭 我全員都是 美亮著的 或 美亮的月色 太美 太溫柔 歡迎收看 未來生活平安 我們是和大家一起團手 科技通過無限可憐的節目 我是科技外貌協會的阿成 我是資深科技達 藍莫 我是虛擬師的車王大吉 好久沒講這句話了 我們今天全員到齊了 因為接下來就是 中秋節 這是中秋節的主題 中秋節就是要人多才熱鬧 我們中秋節要做東西 烤肉 拉肚子 這是台灣的習俗 農民地上有寫 以拉肚子 我是烤肉 然後挖鼻孔都是黑的 那阿成你講什麼 烤肉啊 看月亮啊 吃柚子啊 把柚子皮帶在頭上啊 中秋節有很多事可以做 反正家人就有團聚在一起 就是開心嘛 總歸來說 中秋節必做的四件事情 烤肉 唱歌 賞樂 玩遊戲 大家聚在一起 所以我們針對這四件事情 幫大家準備了這些更新 就是希望大家這次中秋烤肉的時候 聚會的品質可以提升 所以本集也算是 未提品質提升計畫 一批二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看看今天準備了哪些東西吧 中秋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烤肉 烤肉 最重要是這種 烤肉 中秋節無肉不壞 但是不是大家烤的肉都好吃 難怪你會拉肚子 對啊 一定會拉肚子的啊 因為我本人都會下去烤 那你們是喜歡炭烤 還是喜歡去店裡邊烤練生 還是喜歡家裡烤 其實每一個我覺得氣氛是有點不一樣 然後吃起來口味也不一樣 但是最喜歡的話我覺得還是炭烤 True 好啦 那其實因為這幾年疫情 大家沒有很常出去烤肉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這一台日本Bruno的電烤盤 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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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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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可能想要煮一些小食物或是小點心 都可以用這個 而且它的烤盤是不沾的材質 所以在清洗上也非常好 最經典的紅色是不是很多顏色可以做選擇 對 它有超多顏色可以選的 很可愛 而且我覺得它顏色都選得很好選擇 妳的話妳會選什麼顏色 黑色 有沒有 甜蠻色吧 我會選紅色吧 就是最經典的 而且我覺得就是用過幾次之後 然後給妳一點點就就的 感覺又更有味道 然後它還可以加購很多不同烤盤 例如說鴛鴨鍋的啊 燈鍋 可以做棕底的 還可以加購食譜 我看到它這個食譜真的超用心的 中式 西式 泰式啊 韓式啊 點心什麼都可以做 它一台小小的可以變出這麼多道料理 就覺得真的非常好吃 所以不只中秋節烤肉的時候可以用 日常你想要煮很多料理也是非常方便的 這台推薦給大家 之前還沒有吃醋的時候 中秋節一定會吃的 烤吐司假肉片 哇 平常吃的經典啦 也是經典之一 就假如一般在烤肉那種燙子烤 那個吐司上面也是有會沾一些髒档的 對 如果直接背一台 就這樣有頭吐司 有些朋友真的會比較注意 上面是不是沾一堆 肉的質感 對 而且很定位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這台 Rumi的煎烤熱鴨三明治雞 哇 能煎 能跑 能熱鴨 沒錯 這個有提拔 而且我覺得體積不大感覺很好蓋 那他一次能夠跑幾片 四片 兩份熱鴨 兩份四片除以二 可能我們不是數學家 但這個聽起來 除了可以烤熱鴨子之外 另外還可以加購他的鬆餅 然後就這樣拿出來就可以 哇 好酷啊 這看起來也是不沾的塞子 對 沒錯 而且你看喔 他可以整個大拼 再加快還是烤飯 他就可以烤肉了 也可以煎東西 炒菜之類的 所以其實這台也是很多功能的 那這部煎烤熱鴨三明治雞 看起來是跟Bruno 內在外在都有那比較 推薦給大家 中秋節超實用的這兩台 好飽喔 剛剛那個熱鴨 鴨那個吐司 真的等級跟我平常用烤的不一樣 所以中秋節吃到一半就吃得很沉 所以就開始進到娛樂環節 泡麻這支就知道我們接下來要唱歌了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支 DA推出的NL聲喇叭麥克風 他這一支就可以透過藍牙連手機 然後就可以直接播放一個音樂 所以他不唱歌的時候 其實可以讓他拉喇叭 那唱歌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連線手機播出音樂 很方便耶 對 而且你不用特別用手機 去找卡OK伴奏版 因為這一支他可以消除人聲 而且他這一支可以讓你唱10個小時 喔 唱到啥 我現在唱到大家都喝掛了 還在那邊唱的 有這個Echo就有氣氛 嗨起來 所以呢今天就要馬上進行我們 第一屆未來生活提案的菜桌大賽 拜託我這個年紀 我聽的歌比你們吃過的熱壓吐司要多 待會的遊戲規則呢就是 是 五月前死奔到月秀 喔對啦 已經太快了吧 就是那個紅瓜的聲音 對 一二三 牽著手 四五六 抬起頭 七八九 我們死奔到月秀 章魚的月亮惹的禍 我整個人都是美亮惹的禍 那樣的月色太美太溫柔 再會再閃 很棒啊 只想和你一起道拜託 哇 陳力的月光 哇 挺溫柔 陳力的月光 哇 哇 哇 身體的月光 把夢照亮 請溫暖和心放 耶 來來來來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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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什麼 帶我去熱球 帶我去熱球 我的歌 我的歌 帶我去熱球 那裡的空氣希望 帶我去熱球 我怎麼會再努力 帶我去熱球 好啦 就這樣子 耶 文文 輸的人要懲罰 懲罰會留到最後才到處 大家到底懲罰的內容 會怎麼懲罰 好 我們繼續烤肉去 我們上蝦了 上蝦了 唱完十個小時 我覺得最好玩的時候 就是大家可能喝一點小酒 然後大家也唱歌唱購 然後吃飽 就是腦袋就比較缺氧 然後就知道他在笨笨的 這個時機點就是玩桌遊的好時機 真的嗎 我腦袋動不動 對 其實大家都有點笨 這樣玩起來才好玩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款很夯的桌遊 一個就是矮人礦坑 一個是應家寶藏 還有一個是德國蟑螂 我玩過矮人礦坑 而且我是在當兵的時候玩 我們在營區裡面烤肉 然後還玩桌遊 這真的是這樣子 就中秋節的 然後大家還訂飲料進來 我不知道他歷史這麼久 他也是算很經典的桌遊 那應家寶藏呢 可以到八個人玩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中秋節 大家親戚朋友 就適合像我們這種朋友比較多的人 很多 homie 今天要試玩的是德國蟑螂 我覺得玩桌遊就是很考驗邏輯 或是心機 對 而且我覺得可以看得出 每個人的個性不一樣的 陰不陰險 對對對 這個遊戲呢 玩法就是裡面有八種動物 跟車牛很像 就是你現在手上有一堆牌 然後你就要拿一張給下一個人 你要跟他說這是哪一種動物 那個人你就可以相信他 或是不相信他 然後如果你猜對了 就代表發牌的人吹牛失敗 然後所以那張牌就要拿回來 放在檯面上這樣 檯面上有四個一樣的 死 有八種不一樣的 死 或是你的牌已經全部都發光了 死 除了我可以請下一家猜我的牌 可是我的下一家可以選擇不猜 把我給他的這張牌 拿去給其他人猜 沒錯 然後你就可以避免發牌 對對對 像我這邊有兩隻像青蛙的東西 我決定要給Tim一隻 好 我相信你 你相信我 人性本贈 真的嗎 我相信這是一隻青蛙 喝 我是會讓青蛙離開 我的青蛙這麼可愛 原來是蝎子啊 你的心就跟這個蝎子一樣賭啊 再三張蝎子你就掛了 就是一隻 蟑螂 平常都是很相信你的 我相信他是德國蟑螂 就是德國蟑螂啊 就是德國蟑螂 喝 送你一隻蝎蝎 嗯 炒過的 他剛剛舔過什麼食物 你剛剛在烤肉嘛 對對對 哦 腳白筍 他算有腳白筍的味道 但他不是一隻蒼蝎 哇 蒼蝎啊 最近因為疫情嘛 疫情就是因為 這是蝙蝠 誰 誰做柚子啦 他不是 恭喜你 我也要送你一隻蝎蝎 我不猜 照一次 我看不透你 所以我要給Tim來決定 他是不是蝎蝎 我不姓 不是蝎蝎 所以你猜對了 我轉嫁的話 結果我要擔這個責任 對 YES 哇 結果出 對 不能相信 阿山 最毒 突然心 哇 我湊滿了八種不同的小怪物 你很厲害耶 湊到八個 誰 嗯 但是我覺得桌遊 還是一個 讓大家交流 一個很好的遊戲 然後可以看 為人是怎樣嘛 對對對 我本來就蠻喜歡玩吹牛 然後 這款遊戲讓吹牛 又有更多變化 然後他就 哦 很可愛哦 好啦 所以其實玩玩桌遊 動完腦袋肚就餓了 就可以繼續吃烤肉 對 好啦 其實我覺得中秋節 就是要準備一些 小桌子小椅子 因為來家的人很多嘛 或是你去戶外 尤其很重要就是要享樂 背個小桌子椅子 然後可能就可以放個小酒在桌上嘛 然後桌在錄影椅上 機動性很高 我這次準備分享的就是這個 神妙漢的桌子 它不是神妙漢 它是美妙漢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韓國綜藝節目 然後神妙漢就是韓國一個綜藝節目 星稀有記裡面的虛擬角色 因為它是綜藝節目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桌子玩一些桌遊一些有趣 對 它可以摺疊方便收納 它的桌件是木頭的有點厚度 比較紮實的感覺 承受的重量就會再多一點 它剛玩遊戲的時候旁邊有一張椅子 它是神亮漢的椅子 它長得比較像導演椅那種 導演椅 錄影椅 也可以 其實我自己坐起來覺得蠻舒服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一組中秋節去哪都蠻方便的 那玩到最後呢 大家難得團聚在一起一定會想記錄下這一刻 拍照拍照拍照 然後我拍立得 這台是附近片的instax系列的mini replay 那這一台呢我可以點手機 就可以放遠遠用app操控拍照 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擠在一張照片裡面 就不用限制手長的距離 然後通常拍立得不是一拍就會洗出來嗎 但是它這個可以你拍完之後 can share 它除了使用方式可以跟傳統拍立得一樣之外 其他的檔案是數位的 所以你可以在額外做什麼 一般拍立得的底線是會有那種相框的嗎 然後它這個裡面 連同app有30種相框可以讓你選 你可以在裡面設定好再印出來 那另外這一台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可以錄音 啊我看到它那個按鈕 它前面有一個麥克風的按鈕 然後你可以錄10秒的聲音 照片印出來 它旁邊就會有一個小QR Code 朋友就可以上描那QR Code就可以聽到照片的聲音 這樣很酷 喝它的聲音 就是它拍下來的瞬間是會錄音 然後就是大家一起耶的那個聲音 就會一起在這個照片 這裡面 對 突然覺得很感動 就是 好啦所以這一台拍立得推薦給大家 聚會的時候很好用 可以留下很大的回憶 耶 我們終於結束 中秋連結 我們完了三天三夜 終於 三天三夜 三半夜 哇 張惠珊 現在就要盡到最後的懲罰時間了 耶 耶 到底誰輸呢 剛入玩猜歌遊戲的時候是我贏 然後後來我們玩桌遊德國蟑螂 又是藍貓 又是藍貓 所以最輸的就是藍貓 好 我們懲罰就是請藍貓模仿 還有張惠珊 還有張惠珊 嘿 Tim又來爆好坑了 那最後呢 今天介紹的這麼多 你們自己最想把哪一個 帶去中秋節使用 那我一定是選這個 對啊 有一種魔力 就這個一定要耶 是不是 沒有要唱歌講話也要 對啊 就也算了 不會投這個耶 你也會選他 欸 我不會選他 要選什麼 我會選 Bruno 那我烤牌 電烤牌 那很讚 我有點重 他的外型 他的功能 的多元性 真的可以做很多的料理 然後質感又好 希望今天分享這些 可以幫助大家的 中秋節提升質感 為什麼變成清鮮 提升質感 請支持 3號張惠珊 好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囉 那就祝大家 中秋節快樂 有點不要吃太多會胖喔 工商時間 嗨 阿翔又來爆好坑囉 可以看到後面有三個大字 周年慶 三創已經七歲囉 生命快樂 那為了謝謝大家這七年來的支持 我們準備了非常讚的獎品 要給大家抽獎 9月18號之前到我們三創的官方IG 找到七週年慶特別企劃的這篇PO文 底下有個小小的心理測驗 只要你留下答案就可以參加抽獎囉 只要簡單兩個步驟 首先呢先把這篇文分享到限時動態 tag三創的官方IG帳號 以及hashtag三創七週年慶玩家大典 接著就在留言處tag一位你的好友 以及留下你心理測驗的答案 就可以獲得抽獎資格囉 那我們準備的好禮呢 就是VIVELAND VR遊戲的200元底用券 有超夯刺激的密室逃脫失落的金字塔 還有多達30多款遊戲可以任你挑 趕快糾朋友一起來留言抽獎吧 還不趕快去留言 掰 那你們以前中秋節有什麼好玩的嗎 我小時候老師有幫我們搬畫柚子的比賽 畫柚子喔 我還記得我畫得很好 我記得好像還有得獎 哇 這是我滿驕傲的一個回憶 中秋節歡迎 我的人生的藝術的巔峰 然後中秋節要享樂啊 那天真的看得到月亮嗎 推薦一個PETBO 就是可以上網去找中央氣象局的網站 其實它有每天月亮的資訊 你可以看月亮每天的變化 中秋節那天是不是會最遠最飽滿 同時會不會有雲啊 或是下雨的天氣 阻礙我們看月亮的行程 我記得那個天文館好像可以有直播 而且天文館不只一個 就是好像各地的天文館 可能都有直播的人 影片可以看 直播月亮 那最後就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對今天的節目有任何疑問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起來 我們會盡力回覆你囉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